歡迎大家來到這一部份的節目 我們今天要採訪的嘉賓 就是今年獲得灣區企業可持續發展大獎 2021的得獎企業 今天的得獎企業就是會業財經集團 他們獲得的獎項就是 結出灣區企業社會可持續發展大獎 以表彰他們在優質教育方面的努力 今天在Johnny身邊請來的嘉賓就是 會業財經集團副行政總裁歐麗莊小姐 歐小姐你好 Hello Johnny 你好 大家好 會業財經集團今次獲得 優質教育方面的可持續發展大獎 其實跟公司的業務有甚麼關聯呢 你可不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 公司的業務和得獎感受 好 首先多謝申請頒這個獎給我們 我們覺得這個獎是真的一個特別的獎 因為是支持教育 我們經常覺得教育是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因為我們覺得年輕人是我們社會的動良 我們很希望支持到他們有繼續學習 可以有一個很好的基礎 讓他們有更加勇氣和動力去創新 去持續這個新思維去令到影響世界 令到這個社會更加好 我想其實戶業財經集團都已經有85年歷史 我們都是一個家族企業 我們都見到成全的需要 由我爸爸開始去到我們現在 所以我們會見到這個成全 其實正正就是一個學習的process 的重要性 所以我們都一路會業來說 我們學習是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我們believe in learning 我們會覺得這個是我們的culture 所以我們都很想將這個文化去帶給其他人 我們所以一路都做很多事支持年輕人 我們在澳門 我們有一個每年的常識問答比賽 我們在香港都一路有支持兒童心臟基金會 我們做了獎學金 希望告訴大家 無論在順境逆境或者有困難 學習的重要性 還有告訴大家 除了書本上的知識之外 其他社會的知識或者常識 都是有需要一起學習 我們希望可以由我們的經驗 年輕人的創新 我們可以放在一起 那就是最完美了 可不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 為什麼會選擇一個兒童心臟基金 或者是還有沒有project 你們接下來都想繼續去折發這個 擴展這個理念的呢 有 因為其實我們一路講 其實我們很想找很多不同機構 特別支持兒童或者年輕人 我們希望從小開始培養他們 特別見到其實他們 很多兒童都是之前 有一位先天性的心臟病 見到已經很多困難 但是他們都是很希望 可以挑戰自己 去不斷學習 不斷學習 不斷學習 我覺得我們這個 跟他們都已經合作了 大概四年左右 我們都見到他們的兒童 無論有一個挑戰都好 他們都會繼續很愉快地成長 我們作為一個支持機構 很開心地見到他們 所以我們都希望可以 除了兒童心臟機構之外 都找多些不同的NGO 可以一起支持 嗯 未來的話 剛剛你也聽過了 就是歐小姐說 會不斷去找多些機構 去支持他們的發展 除此以外呢 推動這個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你們還會怎麼做呢 因為除了是一個優質教育之外呢 現在市場上面呢 都在說很多元素 尤其是對企業來說 ESG那方面都比較重要 沒錯 是的 我想有幾方面呢 在我們公司 或者集團 CSA層面 好像剛才說 我們都希望 可以支持更加多的NGO 或者更加多不同的機構 我們可以一起去貢獻更多 其實我們相信 是一個set holder management 除了社會之外 員工和我們的客人 都是很重要的 我們社會 我們希望在CSA層面做更多 員工我們都希望一定培養 一邊做多些訓練 給他們多些training 培養新一代 作為一個專業的金融從業員 另外在客人的層面 我們希望可以給他們更多 不同的新的產品 Johnny你剛才說的ESG 現在都是一個很開的topping 沒錯 其實之前特首都有講過 他們希望可以專注多些 在green financing 或者尤其是債券那方面的業務 這些我們都有興趣帶給其他客人 另外一個除了叫ESG之外 現在更加流行的 可能叫impact investing 我們希望可以投資在一些 不同的project 或者公司 他們都是有社會理念的 他們會希望解決社會有些pain point 我們希望可以通過我們融資 又或者我們跟客人一起去投資 跟這些公司 無論是初創 或者是中營 或者是上市公司 一起去做這些改變世界 那我看上去都明白 不單止是你們去努力 亦都要鼓勵自己的員工 鼓勵客戶 去接受這個新的投資方式 投資的思維 因為現在在說綠色投資的方面 是符合這個國際的一個主流 沒錯 最後一條問題 不如問歐小姐 你們認為一間成功的專業的金融機構 應該具備什麼條件 我想作為一個專業的金融機構 首先當然我們希望有專業的同事 可以給到一個專業的投資服務 給我們的客人 我想其實作為一個專業 或者一個好的機構 都不是只是金融機構的 這些永遠都沒有一個很籠統的 一個一二三的成功的 這永遠都是一個由Arch和Science去結合 我會覺得其實金融機構 或者我們所有的機構 這些都是做人的生意 是一個people business 我們要了解人的需要 每個人都有他們不同的需要 由要結婚生孩子 或者要開始傳承 或者去到要想將來 其實每個人都不需要 我們希望我們每一個 我們可以為每一個客人 都給到一個最貼心 最專業的服務給他們 但是怎麼做呢 我想之前可能是只不過人 我們有些同事可能問一下他 跟他聊天 建立一個relationship 但是因為現在其實 你看到日新月異 我們有很多科技的技術 或者有更加多不同的可以一起配合 令到我們可以一起去到 更加了解大家自己的需要 因為有時候就這樣問客人 其實客人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要什麼 因為你問到他的時候 他可能需要還是不需要 到底需要的程度是多少 他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其實我們會銳意做一個私人銀行 但是什麼叫做私人銀行呢 很多人會說是serve high net worth 但是我會覺得是一個真是personal的銀行 是我們一對一 以及給客人一個personal service的金融機構 我會覺得希望我們的客人開心 這個就是專業的金融機構 那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接下來會業在大灣區的發展 有什麼計劃和目標呢 因為我們首先會業是扎根港澳 已經是兩個大灣區最重要的城市 我們希望可以繼續更加專業地擴大 我們在香港和澳門的業務 另外我們大灣區 我們都見到很多機遇 我們都希望在大灣區 會有些新的分行 或者不同的辦公室 可以帶到我們在香港 或者澳門專業的產品 給到大灣區的市民 最重要的是將企業的理念 沒錯 在大灣區裡面傳播 同意 好了 今天我們再次多謝 匯業財經集團副行政總裁 歐麗莊小姐 也都再次恭喜匯業財經集團 獲得灣區企業可持續發展大獎 社會可持續發展獎 多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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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